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真是真大方的 以前幾張那些什麼文卷 他就送你這麼多雞蛋 還有購物袋 你別說 這送的雞蛋挺新鮮的 就是你眼尖發現這個活動 不用說 一有這些筍東西 我整個雷達就馬上接收到 後天是會員的超市 到時候就算貨了 好…我們先走了 好了…拜拜 朱朱,快點來 朱朱,我們明天再玩吧 拜拜 朱朱,回家吧 媽媽,我要買智能手錶 你說什麼?什麼手錶啊? 就是能打電話的 回家再說吧 走,回家了 來,寶貝進來 媽媽 到家了,你給我買智能手錶 什麼智能手錶啊? 媽媽要去做飯了 一會兒送叔叔要來吃飯呢 人家小龍哥哥都有,我也要 什麼都不說啊 我聽到了,我想要啊 你想要什麼 智能手錶 叔叔,給我買智能手錶吧 智能手錶啊 對啊 來了,坐吧,坐吧 好啊 好啊 你怎麼讓叔叔給你買東西呢 沒禮貌 你又不給我買 好啊 這個小傢伙啊 吵著要買一個什麼智能手錶 說是同學有 太眼馋了 是不是那些 懂得定位的兒童手錶啊 手錶還能定位啊 不僅定位啊 我跟你說 可以打電話 可以監聽 可以發訊息 現在很多家長呢 好捨得買這些東西給小朋友 那這個東西不錯嘛 那我也可以多多買一個 這樣呢 他在學校安不安全 我都可以監視到了對吧 不過你要小心點 因為最近央視曝光了 這些手錶有安全隱患 還有隱患啊 是,原理很簡單 他的手錶和你的手機 中間是靠一個服務器的傳遞訊息 如果那些客客很差的話 他就可以入侵到這個服務器當中 去監控他的行蹤 監聽他的說話 甚至乎你們的電話號碼 全部讓他知道了 這樣啊 那是要考慮一下吧 那又不用這麼擔心的 我是說 他是有一定的安全隱患而已 除非那個客客很討厭你 他才會去搞你的 如果不是沒事的 那還是要考慮一下 不,我要買 如果你是不放心的話 明天我接多多放學吧 好啊,好啊 那就麻煩你了 好啊 幫我了嗎 多多 幫我過來 新手錶 是呀,最乖的是你 為什麼有隻手錶 就是媽媽媽叫我的 是呀,說了你媽媽很多次了 這些手錶不安全的嘛 就是這樣 天氣這麼熱,想不想吃雪糕? 想 那我請你吃雪糕 你借著手錶給我看 行不行 那就差不多 那我就脫了 多多 寶貝,你在哪兒? 是啊,我不是多多 我是宋雲 怎麼是你啊 我連接她說好了 很安全很安全 你幹嘛把多多的手錶摘下來 是啊 我除了一個手錶,你也知道 那當然了 我給她買的是最高級的智能手錶 你一摘下來,她就會給我報警 有沒有這麼神奇 你吹嘴而已,是吧 那你借給我回家研究一下 我順便測試一下她的安全係數,好嗎 這樣還不夠安全嗎 你一摘下來,我就發現了 你趕緊給多多帶回去吧 行了…帶了 我就不信了 我找不出她的安全漏洞 來,我們去馬西哥,回家 小龍哥哥,我要玩积木了,再見 寶貝,忙來問你啊 你今天,宋叔叔去接你 是不是帶你去買雪包吃了 你們是不是還去了公園吃炸雞了 看來這支手錶還真不錯 不管你走到哪裡我都能知道 對了,寶貝,媽媽跟你講了 以後如果有人想摘你的手錶 你千萬不能讓他摘,知道嗎 應該 還有啊,你說你今天吃了一天的零食 難怪你回到家來不好好吃飯 以後少吃點大雞食品,知道嗎 吃多了對身體不好的,好不好 這次送來,就是太不會帶孩子 下回不能讓他去接 媽媽,明天老師要帶我們去少年宮 看機器人 哇,那麼好啊,那媽媽明天去接你啊 咦,怎麼多多自己出了少年宮上街了 咦,怎麼多多自己出了少年宮上街了 而且這樣花了 通常都不是更有家人 把 proclaimed例子 曾經推到什麼 這個地方 잠깔 是, 媽媽不是說來接你的嗎? 是…是你叫她來接我的 我什麼時候讓你接多多了? 你接了她怎麼不告訴我一聲? 就知道嚇死我了 你用不著這麼緊張? 我跟你說過了 你一停標相當多流動 只要你有心的話 隨時可以神不知鬼不覺的 讓阿張多多接走 弄了半天, 是你在搗鬼對吧? 對了, 你是怎麼知道多多今天要來少年工呢? 我真是想跟你說, 真的很簡單 昨晚我用電腦進去那個服務器那裡 跟著就發了一個指令 然後你女兒打的任何一個電話 我那邊都聽到了 我明白了 所以你故意來把多多接走 目的就是想證明給我看是吧? 全中 你知不知道剛才嚇死我了你啊? 我… 對了, 我們收完少年工之後 我去洗澡了 你還聽到了什麼? 沒有, 當然沒有了, 什麼都沒聽到 你說完去少年工呢, 我就收了線了 看來這個手錶是真的不能用了 來, 多多, 把手錶給媽媽好嗎? 是 那我們先走了 慢…你這麼心急幹什麼? 怎麼了? 我好想認認真真跟你解釋一下 安全流動在哪裡 很簡單的 這個手錶只要我入侵了之後 無論是小朋友還是家長 姓什麼名什麼住在哪裡 什麼電話號碼 全部都知道了 那邊一響, 馬上聽到 你說得挺嚇人的嘛 人家用得好好的 被你這麼說, 我也覺得他不安全了 我本來還想用他來買個放心 結果好了 我的用戶體驗直接被你毀了 你要保女兒平安 你只是靠這個標解不行了 你要是這麼厲害 你怎麼不研究一個 不被入侵的GPS出來啊 我如果這麼厲害 我研究出來就不用做形象設計師了 是不是? 那也是, 我們走了 你忙你的吧 拜拜, 豆豆 拜拜 豆豆 豆豆, 我靠你半天 你為什麼不理我 我的手錶在慢慢呢 那你不戴上呢 就是呢 來來來, 你坐下 沒事啊 我正好想跟你說說這個手錶的事情 怎麼樣 這個智能手錶啊 它有漏洞 它沒有你想像的那麼安全 好, 你是怕它有複血是嗎 不怕的 不怕的, 手錶這麼… 不是不是不是, 不單只是服飾 宋芸演示給我看了 它能夠監聽到我和多多的對話 而且它能夠監聽到多多周圍所有的一切聲音 這麼厲害 是啊 等等, 看看, 看看 這個是什麼錶, 多多的這個 哦, 不怕的, 你看 它和小龍都不是一個牌子來的 不要緊的 就是呢 我覺得你還是不要大意的好 那個, 這種服務器 誰知道它們是不是同一個呢 是不是啊 我告訴你啊 送音就是通過 入侵這種服務器來進行竊聽的 它, 它還可以獲得你的個人信息呢 小龍, 你們班上的小朋友 有沒有說戴這種智能手錶不安全啊 沒有啊, 我們全班都戴了 聽到沒有啊, 她說沒有啊 我從來都不知道什麼入侵啊 什麼黑客那些 如果說黑客就有一個 那個就是宋雲啊 哎唷, 朱師奶啊 我不是跟你開玩笑, 我是認真的啊 宋雲告訴我啊 她只要是一個代碼 這個手錶啊, 她會自動給她打電話 啊, 當人害怕是不是真的啊 哎唷, 你要是不信 我現在就試給你看啊 我只要一按這個鍵呢 打出去這個電話 接電話的人一定是她 姚美啊, 姚美寫啊 你看, 聽到了吧 宋雲啊 你說這個手錶是不是有漏洞啊 是啊是啊 你看是吧 我沒說錯吧 哎呀, 其實吧就是 小龍上學放學 還不都是你在接送, 對吧 這個手錶根本就是多餘的 戴了還不如不戴 戴了還多個隱患呢 姚美啊 我為什麼你和宋雲的關係不一般呢 你怎麼這麼說啊 你剛剛玩啊 你一按就肯定是她接電話的 還有啊 我經常見到她像我爸爸一樣 接阿多多去友誼院 接阿多多回家一樣的 是啊 朱師奶啊 你看我好像跟你說了那麼多 想讓你引起注意 可你偏偏就不信 行了行了 那我就先走了 好, 信不信有你了啊 走吧 是吧, 回家了啊 哎呀呀, 看她啊 一說到宋雲就心虛了 若果你兩個真是沒事 小鬼不緊張呢 婆婆, 你在說什麼啊 我是說, 整間學校那麼多小朋友 那個拐子都會看中你 是吧 小龍不會這麼當衰的, 是吧 不是吧, 婆婆警告你啊 以後婆婆一定會接送你上學的 如果有什麼, 那些生寶人來接你 你不管她說什麼話 你都不要聽, 千萬不要跟她走 知道了嗎 知道了 乖 小龍乖乖, 往來玩人家玩久一點 婆婆現在在超市 去完我就來接你了, 乖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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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抓住你, 抓住你, 別走 別走, 你有時間買菜嗎 你不是趕著上雙親網站嗎 閉嘴, 你閉嘴 我幾十歲人, 閉嘴, 閉嘴 閉嘴, 我點給你看看 看著吧, 本人喪偶多年 性情溫和 多才多藝, 會過日子 欲求一, 色寧男性 過好燦爛的餘生 看到了嗎 還有我的照片嗎 你還想怎樣燦爛化呢 真是的, 不然我點醒你 現在很多網站都是流行的 你真是被人騙財騙色 閉嘴, 你撞鬼呀 我怎麼會去那些什麼雙啟網站 我白谷靜年輕的時候 追我的人 從西關排隊一直排到去東山 慢著 怎麼樣 為什麼你又會去看這個雙啟網站 我…我剛才把我無意中彈出來 無意中彈出來 說不定是你自己想去雙啟, 是嗎 我現在不跟你說這麼多 我要快搞清楚 究竟是誰把我的資料洩露給你這個網站 真的 對了, 小郎 婆婆很快來接你了 是, 現在婆婆有事了, 沒空了 我知道了, 我知道是誰把我的資料洩露給你這個雙啟網站 誰… 宋雲, 就是她利用她的技術 把我的手機裡的資料和我的號碼撕露出去 你的手機號碼 全部都在槍城街的人都知道 怎麼會害人家的那種雲 怎麼會害人家這麼難聽 那張照片呢 那張照片是槍城街人人都有的嗎 是我保存在手機裡的 只有那隻臭小子才有本事偷到我的手機的東西 不過話說回來 我看他的照片真的找得挺漂亮的 那你現在還挺省眼的 你還想不到 謝謝你, 替我把你的拖車拿回家 我馬上去找個送運, 我幾打都不肯 你聞清楚才好, 別煞氣, 忍著高血壓 什麼?在這裡 設計圖, 正在趕工 你別管我, 你看吧 宋雲 宋雲 你這個臭小子 你為甚麼把我的資料 洩露給老年商看網站 甚麼? 直陽粉老年商看網站 祝師奶小聲點, 很多客人在這裡 甚麼直陽粉老年商看網站 我跟你無怨無仇 祝師奶, 我怎麼會出賣你 我怎麼知道你怎麼出賣我, 是不是? 你們那天不是跟尤美說的 只要小孩帶了甚麼智能手錶 你就有技術就在智能手錶上 拿到我們大人和小孩的資料 還可以偷聽我們所有人說話 理論上和技術上應該行的 認吧…你當然認吧 整條街頭你認識你的技術 不是你, 是誰? 你說, 祝師奶, 你一打橫來講 我認識而已, 不代表我會做的 你真是誹謗我 臭小子, 你還敢說我誹謗你? 你… 我知道了 你就靠出賣我們這些街坊的資料 來賺錢的 你真是祝師奶, 你真是 生嫂洋說得不說得不說 你無證無據, 你誣陷人 我現在沒說你 你幫著她幹甚麼? 你忍著她連你也賣賣 她這些人做事會留下證據的 我不管, 你立刻替我刪掉她 你真好笑, 也不是我發的 我怎麼刪掉? 我告訴你怎麼刪掉, 是不是? 你不是黑客嗎? 你不是很厲害嗎? 祝師奶, 你開口又黑客 埋口又黑客, 你別這麼大聲 這些是煩法的, 你唱到到處都是 我以後還用在槍城街走? 害怕, 我告訴你 你聽聽, 你不立刻刪掉這些資料 你不當眾跟我培禮道歉 你別指向槍城街走 我幾打都不肯過你 來… 你幹甚麼? 祝師奶, 還在這裡 我幫你監督她, 要她刪掉, 好嗎? 你不刪掉, 我找你上去 行…你先回去, 別客氣, 別客氣 你把他刪掉, 別客氣 快點… 你真是臭小子 慢慢走… 一天最壞的就是我跟尤美說了 現在弄得觸蟲了 你真是得對祝師奶 各位, 沒事, 繼續喝咖啡 小龍, 手錶給我 為甚麼? 我告訴你, 這個手錶很牙煙 她是一個監聽器 若你帶了她, 你說甚麼壞人都知道 是嗎? 祝師奶, 我去消市訴貨了 今天會員人 我正在走去 誰知道有件事弄得我去不成 甚麼事? 不知道是哪個壞人 把我的資料放上那個 直陽粉的老年人相看網站 真慘 我幾十歐, 讓她這樣做 我真是萬節不補 是呀, 是不是真的嗎? 我先看看 誰把你的資料放上去, 知道嗎? 我猜就是那個宋雲 我猜就死了 我的資料都在 是呀? 我猜看看 這不是人嗎? 真是人的資料也在上去 電話號碼也有了, 真可憐 不是… 你們兩個都中招嗎? 是呀 伯伯姑, 我問你 你的孫子有沒有帶到你的智能手錶? 有 那你家裡的洗白白呢? 也有 不用問客氣了, 一定是那個臭小子 這… 宋雲? 就是那個臭小子 我們整條街, 只有她懂這個技術 不是, 關鍵是 她把咱們的資料放到那個網站上 對她個人有產好處 傻的, 她要把我們的資料 賣給網站來賺錢的嘛 哎呀, 真是知道了 為了那幾個錢, 專賣了街坊 是嗎? 我就是她那個眼神 你說像人真年輕美貌的 咱能把人的資料放到那個老人相親網上 我剛剛去罵了她的 猜不到現在她連你們都弄盲 走, 去找她算賬, 一定要她賠償 好, 走 你去家裡, 別出去 沒事 小子, 不用遮住臉了 你化成灰, 我都認得到你了 宋雲, 你到底把我們賣了多少錢? 你說, 找你惹你了 為甚麼要把你的資料放到那個老年人相親網站上 哎呀, 三位姐姐 你們不要挖得就挖, 好嗎? 還說我能誣陷你? 我們三家都有小孩戴著智能手錶 那不是你是誰? 天啊, 你們三個姐姐 為甚麼說不說道理呢? 哎呀, 你用死雞撐飯過去, 是嗎? 好 各位美女, 我告訴你們 不要拍… 這個臭小子的名字叫做宋雲 她以前是搞電腦的 做得壞事多做不下了 所以現在改行在這裡做服裝生意 但是她不心識, 暗中就在這裡做 走開, 你走開 然後把我們街坊所有的資料 賣光上網站 哎呀, 畜小姐, 我真是服得你乖 哎呀, 我的生意師剛剛起步 現在被你拆了台 喂, 你可不可以幫小龍繳一下嗎? 你繳一下就先了 趕快沒有交代你做過那些壞事 又不是, 我每天坐著唱壞事 我都沒有做過, 我交代些甚麼 要不就這樣, 我幫你查一下 來, 拿這錶來 你給他一隻錶吧, 我還能擔保嗎? 沒事的 沒事的, 我擔保 給我一點時間 我這隻鹽兔 奇怪 資料顯示裡面的東西 所有檔案沒有被人下載過 我又不認識你甚麼技術 你現在怎麼按就怎麼說都行 技術你又不認識 數字你懂得看了吧, 零 是呀… 現在哪有甚麼私隱 你隨便去那些入會 註冊了甚麼帳號 資料都賣光給別人 你現在要他查, 難為他 就是, 難為他也要查 要問我們怎麼辦 你知不知道, 現在每天那些人 打電話發短訊 要約我出去吃飯, 甚麼雙啟 這麼笨, 那就快答應了 吃得不要浪費 你不浪費 喂… 老公, 你看我, 你看我, 你看我 你行的 你們兩個都有這個袋子 是呀 我知道了, 去關超市入會註冊 你也知道了, 是不是 不過我沒有註冊 因為他要欠很多資料, 真麻煩 而且還要我拍照 不是呀 給你 我…我真是想起 他真的叫我們拍照, 我們拍了 是呀 真是想不到 我為了那盒雞蛋, 自己賣了自己 有可能 那我們現在怎麼辦 那…我們就沒有他扶了 是呀, 真是甚麼 正所謂, 道高一尺, 魔高一丈 我想這些事情 公安部門不會坐視不理 作為普通百姓 我們最應該做的就是便宜莫貪 要不需要幫你嚇他們的網站 嚇, 好, 我要嚇他們 不過, 嚇別人的網站是犯法的 請, 大姐說 好, 恐怖 這件事 我來看 我來看